好,接著我們要準備把加速度的計算方法講出來 在講出來之前請你思考這件事情 有一個車子從0加速到1400公里要5秒鐘 另外一個車子要7秒鐘 你覺得誰的加速快? 加 很好,加比較快 重點 重點你想一下你是什麼判斷 這個是改變一樣嗎?0到100嗎? 然後時間不一樣嗎? 然後你說加比較快,你怎麼判斷? 好,要改過來一個情況 我一樣都是6秒鐘 一個加速到每秒10公尺 一個加速到每秒15公尺 請問你誰加速比較快? 丁,很好 你就直接反應就丁,很正常 還是一樣想一下你怎麼判斷的 你用什麼想法判斷這件事的 好,剛才有一個是0到100都0到100 現在有一個是6秒鐘 那現在改一個,都不太一樣 好,有一個是5秒鐘可以加速到60 有一個10秒鐘加速到80 那請問你誰的加速比較快? 你覺得誰比較快? 丁,很好 你們都會對不對? 所以表示我們沒有教新內容 我們教的東西都是你會的東西 A 我剛才心裡想你在心裡怎麼 你在心裡是怎麼想的? 你在心裡怎麼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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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弄出來這個答案? 其實就是我們所謂現在要教你的公式 其實你早就會了 就這樣子做的 就是一個是速度變化量 一個是時間嘛 就是它們兩個的比值 速度變化量跟時間的比值 0到100到時候速度變化量一樣 好,另外一個是都花6秒鐘 時間一樣 時間一樣看速度變化量 速度變化量一樣看時間 兩個都不一樣就看它的比值 比值 分母是時間 分子是速度變化 就是墨時間減出時間 就是墨速減出速 然後我們就寫做這樣 ΔTΔV 我們我現在教書的時候 我沒有用什麼公式 這算是一個我有用的公式 前的就是那個V等於ΔTΔH 那就是A等於ΔTΔV 花多少時間有多大的速度改變 我們講過ΔT代表改變 正確做法是後面減前面 所以是V2減V1 那有人的有不同的 人會有不同的代號 有人會寫T0啊 有人會寫V0VT啊 有人會寫VV2啊 都沒有關係 你就記得一個叫初數叫末數 A的上面有一個部分 叫做A bar 那個 我們物理上這個代表平均的意思 叫做平均加速度 等一下再跟你說 那所以前面寫的V bar 就叫做平均速度 所以 這個就是你們 原來就已經會的事情啊 剛才你們都能夠判斷啊 誰加速快啊 你說會這個事了嗎 花多少時間有多大的速度改變嗎 花了有多大的速度改變 ΔTΔV嘛 v2-V1 t2-T1 那你就算出來了嘛 所以一個算加速度的話 用這個公式 看我花多少的時間 有多大的速度變化 其實你都會了 剛才你都回答的出來 所以表示其實你都已經會了 你都已經了解 那麼 所以從剛才工當中 你看哦 我們的 都花六秒鐘 速度变化多的就加速度快 都是从0加速到100 速度变化量一样的 时间越短就加速越快 这是我们刚才问的第一题跟第二题 第三题就是说都不一样 算笔值算算谁比较快谁比较慢 OK很简单 重点是我刚才会写的 我这个A bar 那个bar代表平均 平均加速度 为什么是平均值 因为我只管你开始速度是1 结束速度是5 我就5减1速度变化4 然后花了10秒钟 就4除以10 0.4 我有没有管你中间 有没有怎么改变 你是1234过去 还是15643这样过去 有没有管 没有管 就跟我们前面算平均值度一样 我只管你开始在这里 结束在那里 所以位移有这么大 中间你怎么绕圈圈 怎么回头都不理 对不对 孤快孤慢也不理 对不对 都没有理 就只管开始跟结束 所以叫做平均 把你假设你制作等速运动的平均 所以这也是一样 我是平均值 假设你的加速度都一样 平均值 所以刚才那个公式再算算叫做平均加速度 这也就是我们国中 依照我们现在的数学能力 我们能够算的加速度就是平均加速度 OK 回顾一下 刚才我们看了几个图 请你判断加速度的大小 然后你就知道 你心目中就想的就是 我花多少时间速度改变有多少 所以我们得到公式叫做 平均加速就是delta t delta v 然后就算出来 这叫做平均加速度 就理解它就可以了 可以吗 可以